最后一场总统证监会在28日落幕 三人除了在外交及经贸政策上 唇枪舌战展开路线之争 同独议题也依旧是焦点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将炮火对准蓝白对手的两岸立场 都是走回依赖中国的老路 这两岸议题上面当然国民党相对来说是回归到 算老套路吧 就是还是强调对话 强调两岸要共存不能单压美国 可是这种说法其实在美中的冲突之下 它的一个可行性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在于说 国内的多数民众 或者是至少所谓来因的支持民众 是采信这样的一个说法 他认为说只要国民党执政 或许可以跟中国可以改善关系 然后可以跟中国可以保持比较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 但是这其实某种都违背了国际关系理论就是了 而针对日前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 声称邦交国数字只是迷思 到临东没关系的说法也引起外界炮轰 那至于他讲的这种说 我们不需要这种表面的外交 那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说法跟主张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基本的国家的要素 必须还是在国际上面来讲 要有国家承认 相互的承认 某种程度来讲 就是在帮助中共 然后消灭中华民国主权的这样子的一种主张 所以你人基本的都不要的话 那你怎么要去进一步的去捍卫台湾 我是觉得非常的担心 蒋南天就是为了要骗选票 所以他就要讲出一个 让年轻人朋友好像觉得很炫的话 除了两岸及外交议题外 三方阵营也在本次证监会上 聚焦劳权经济与医疗等议题 学者也针对三人的表现提出综合分析 其实我觉得从策略的角度来说 依照他们发表的证件 其实跟之前他们提出的方案 大致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事实上每一个候选人都有在不同的场合里面 提过他们想提的东西 那当然虽然说 美其民浙交之间发表会 但最后我觉得三个候选人 都一直在这个所谓的土地争议 或者是建物违法上面 做很多的文章 那在最后一次 尤其是因为有这个国舟生 所以三个候选人都有对这个去表态 选到现在现在变成一个 伪装建筑的大乱斗一样 大多数的重要的政策 并没有被提到 不管是哪一岛的候选人 其实都把他该讲的话 或者该攻击对方的点都讲出来了 台风上面的话 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一点 后一的口才可能还没有 其他两位候选人好 那柯文哲就是柯文哲那个样子 我很难去评断 他是口才好呢 口才不好呢 他因为他讲话罪字很多 也常常就是言不及 或者是好像想攻击的攻击 可是他的攻击又不是很道理 至于三位候选人 在证件会上的表现 是否会在最后倒数关键掀起联一 学者这么说 我觉得后续的效应 前提是在于说 选民到底买不买单吧 目前看起来 不管是民众党 或者是国民党 开出的政策牛肉 是相对来说多的 那当然也是因为 他们并不是执政党 所以去可以去画个大饼 那代新的在这方面 所提出的政策 相对来说是比较 现阶段政策的延续 然后做某种一些特定的改变 但是他并不是一个 完全的新的东西 所以在这上面 当然执政党 因为掌握了执政资源 他可以不要去 务实的去提出 他应该开出的方案 总统辩论会 预计在30号正式登场 学者表示 三方除了将持续在丑闻上交货 也估计会在社会议题上 各自表态 而据美丽岛电子报 今日最新释出的民调显示 赖小佩的民调支持度 突破四成 并持续增加 不过未明确回答的比例 也高达10.5% 为选情整体变数 基本上都会往中间靠拢 也就是现阶段来讲 三方都会想要去 南华所谓的中间选民的选票 因为绿的支持者 本来就那样子 蓝的支持者也是固定的 然后事实上 柯文哲也有固定的 年轻的支持者 这些可能过去是 潜绿或者是潜蓝 甚至是中间选民 但是这个区块里面 都还是存在所谓的一个 相对不表态的中间选民 所以以这三个候选人来讲 他们都会提出更多 所谓年轻人 或中间选民 比较青睐的一些政策 来去做讨论 这不管是在住房争议 或者是在就业 甚至是在经济的发展上面 可能会提出更多新的方案 选举最后决战关键 学者认为除非在关键时刻 出现意料之外的议题 否则就现阶段来讲 选民结构估计 不会再出现大幅度的变化 记者书新 采访报导 对一份所以说 选民结构的 去河渡航